一般人所理解的情实际上是情感情绪 佛法称之为情直 他有执着 而且这个执着很严重 不容易打破 所以他会苦 执着什么意思 执着就是控制 抓住不放 这是我的占有 我喜欢你 你是我的 别人多看你一眼都不行的 不高兴我把他眼珠子挖下来 你多看别人一眼也不行的 因为你的眼睛是我的 这叫控制啊 客气一点我不挖了 但是我不高兴 我得表现给你看 我让你知道我很不高兴 这就是情 这是一般人讲的情 情直 你说苦不苦啊 以前有个诗人写了一首诗 里面有一句叫 问世间情为何物 后来很多小说里面都引用了 把意思扭曲了 原本的诗人的意思 是一种 很通俗的情感表达 后来被大家广泛解读 意思越来越离谱 问世间情为何物 原来是一物 详一物 什么意思啊 一个人控制另外一个人 这就叫情 这样的情 苦了多少人 前几天 前几天还有个年轻朋友问 师父啊 怎么放下情直 可能他遇到情感痛苦了 情直 哪里是个真实的东西呀 你还说放下 那你以为你真的有了 你真的拥有啊 实际上误会了 情根本就不是个东西 这不是假设 大家静下心来 你自己去揣摩一下 你说它什么东西 你说它是什么东西 你说它是一个人 这个人的哪个部位 是你的情所在呀 你说是心 心在哪里呀 你说是一枚戒指 这戒指全世界都是 你说是哪一枚呀 你说就是我买的那一枚 人家悄悄给你换了 你也不知道 你说是哪一枚呀 你说是在某年某月 某个地方 我们商量好的 就是那个地方 那地方找遍了 从来都没有停过 因为地球天天在运转 围绕太阳天天在公转 哪里有一个准确的地方啊 自己在刻舟求见而已 外面哪里有所谓的情 大家从这个地方 冷静地去思维 所谓情 什么都不是 为什么众生会苦呢 执着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东西 那不苦才怪呢 就像什么呢 经常有比喻啊 水中的月亮 那猴子啊 那猴子啊 很天真 以为月亮在水里面 于是一个拉着一个尾巴 要到水里去捞月 它能捞得到吗 这个故事小时候就听过 这是佛经上的预言故事 可以说明很多问题 也可以用来理解 什么叫情 那说那人就不要情了吗 无情了吗 正确理解 凡夫因为谜 所以称之为情直 这一念觉悟 这个情直就转化为慈悲 大慈大悲 身边的人不需要开除他 也不需要冷酷无情的对待 认识到之后 以慈悲的信念去面对 他还是他 我还是对他好 所不同的是 我不再有任何希望 让他也对我好 我不这么希望 我只是对他好 我也不期待 他哪一天良心发现 知道我真的对他好 会感恩戴德 也不这么期待 我会累死的 我要这么期待 等到他想明白 我可能早死一百年了 我要等到那一天才幸福 才什么 这个死了才合上眼镜 那我死了是死不瞑目的 这多痛苦啊 这在折磨自己 没那么傻 我只对他好 我只对所有众生 用这样的态度 管众生如何对待我 如何去受我 没关系 我这样做 是我的本分 我不苦 我快乐 现在广告用语啊 有很多类似的哦 我们也这么说 我慈悲 我快乐